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喜欢这样子的方式呈现 是固然很好 可是请问一下 这些僅NA就代表说它找不到 因为找不到 然后就会产生错误 这个错误它叫僅N-A 我通常我喜欢再去教一个很重要的公式检验器 这个公式的 评估值公式 很多人写韩式会越写越长 所以我觉得我先教这个评估值公式 方便以后我们再 现在也许你会问我问题 我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错 错在什么地方 这个评估值公式会告诉我们 好 请点 评估值公式 那接下来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 这个是我刚刚打的公式 好 然后接下来它就一个一个来去搜寻 呈现给我看 当我点这个评估值 点下去 就等一下这边会换 好 点下去 你看它变成说 它这一格所对应到的是那个订单 叫做IN2020-063-178 这一笔订单 然后评估值 点一下 它就会告诉我说 哦 我现在那个 是不是用退货3 退货3所指的那个 TABLE 那个范围呢 是指退货A2到B787 好 请注意哦 然后接下来评估值 点下去 它就说 它就说 这个 紧N斜线A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 它是不是要 如果找到 它就要呈现第二笔 第二栏的那个4 对不对 就是 刚刚退货那边 不是有两栏 一栏是订单ID 一栏是4 结果现在呢 这个评估值 出现什么 紧N斜线A 可以 就代表 找不到 找不到 它就不知道 要呈现什么 好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到时候呢 我就会 问说 你看 你的公式写的 因为有时候 我们 没办法从公式 上面判断 你到底哪里 逻辑写错 这个 评估值公式 很重要 好了 所以通常我会 再做一个修改 我会把那些 找不到的 用空 值呈现 所以再加写 加写 加写 写什么呢 if error 我会透过用 if error 来去加写 就是说 if error 就是如果找到 它当然就找到 如果找不到 它就放空值 所以 if error type 键 好 这边是 Value 好 就是找到的时候 那找不到呢 2撇 2撇 又刮糊 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放说 找不到的时候 可以吗 这边是放找得到 这边是放找不到 所以 if error 真的很好用哦 Enter 好了 这边 这边这个 蓝1 我就要改成 叫做什么 退货 好 Enter 好 就提供给你们参观